第二呢 是井狂慧 互邪思 这个井呢 就是警戒 警告 警告 什么呢 警戒 警告有狂慧的人 怎么叫狂慧呢 这个人生来很聪明 有天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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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天聪 但是他不正途 专门去想那些个不正当的事情 他以他这种的智慧去做害人的事情 这叫邪思 他要邪思 他掩护他这个邪思 他要护短 他认为他是正确的 认为他这种邪的思想是正确的 所以呢 这个经啊 是警告有狂慧这种人 他护持他自己的这个不正当的思想 护邪思 就是这个有狂慧这个人呢 他护短 他认为他这个邪思啊 他自己认为不是邪思 我说我是正当的 对世界有很多人 聪明就很聪明 但是啊 就是聪明反对聪明物 聪明啊 就是净做一些糊涂事 净做一些糊涂事 所以啊 讲到这儿 讲起来几句这个格言 这格言说的 聪明乃是阴止住 为什么又聪明呢 因为你这聪明的人呢 在前生呢 在前生呢 有德恨 所以今生就聪明了 回者在前生呢 你读的书读 回者念的佛经读 今生就聪明了 可是啊 英智引入聪明路 你为什么又聪明呢 就因为你做过很多的好事 很多的善事 什么叫英智呢 这英智啊 就是人所看不见的这个好事 你做出来的好事啊 还没有人知道 不是说啊 我做一件什么好事 就要名罗既鼓的 又登报纸 或者在这广播电台去广播 在这个radio也发表 甚至于在传真上也去表演一下 说啊 母母人呐 这现在做了好事了 这个不叫英智 这个智可以说做的好事 英智啊 是人所不知道的 人所不知道 你做了好事 还没有人知道 这才是真正的善事 所谓善于人间 不是真善的 你做善事 做好事啊 你欢喜人知道 我现在欢喜对大家发表 所以是某某人做了好事了 这不是真善 为什么呢 这是个名 你他那个善的名 你这个善的名 不是真正想做这个善 所以说善于人间 不是真善 这不是真善的 恶恐人之便是大恶 你做的恶事吗 你怕人知道 这是一个最大的恶 你怕人知道 恶恐人之便是大恶 那么 是吧 英智引入聪明路 你不行英智使聪明啊 你现在因为你聪明 你不用这个英智了 你不做好事了 不做那个善事了 使聪明 这么呢 就用你这个聪明 小聪明 小智小慧 这个不是真聪明 这是小智小慧 他才把这个本忘了 聪明反背聪明物啊 你这样子一来怎么样啊 正是聪明反背聪明物了 所以啊 你好像中国有个曹操 那个曹操 他何尝不聪明呢 曹操啊 在中国三国里边有个曹操 听说过没有 这个曹操啊 有鬼那么尖 曹工尖似鬼啊 他像鬼那么尖 鬼尖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那鬼 竟在晚间他出现了 白天他不出来 啊 所以啊 谣地置入神 中国有地谣 地谣那个智慧啊 就像神仙似的 所以在美国有的说那个人啊 有智慧啊 就是神仙 就是神仙 啊 那个周弥勒常常对大家讲 说是啊 这个艾伯就是嘎的 啊 就是神仙 其实啊 我不愿意做神仙 这个神仙呢 啊 神仙没有什么大意思 啊 所以啊 他以为这样子是来 是来赞参我 我认为这样是毁谤 是毁谤 是毁谤 是说 说我 呃 因为这个是神呢 你不要把他看得太 太高 这个神呢 是在佛教里头啊 很小的才是神 祂是护法神 那么天上的神 天上的神呢 都要拥护三宝 都要护持佛 护持法 护持僧 他只可以做佛教一个护法 嗯 你善于人见 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 便是大恶 可是啊 大恶者回头 就是大善 你大善是要堕落 大恶一般 你做大恶的人 你做大恶的人 知道脚悟了 说我现在要改恶向善了 这是个大善人 大善人 为什么呢 他能勇猛改过 勇于改过 这是大的善人 啊 大善是要堕落大恶一般 你做平时做善事 啊 做来做去 你脚的也没有什么感应 啊 我做恶去了 啊 竟害人啊 欺骗人啊 啊 做种种的对人不利的事情 这 这个是一个大恶 为什么呢 你明知故犯呢 你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 为什么你还要去做去 所以这变成大恶了 啊 这个里边呢 就是有狂烩的人 就会做这个颠党的事情 做这一种呢 啊 不正党的 但是他认为啊 他还对 啊 甚至于他杀了人了 他说 你说这个人 我要不杀他 啊 回家他会杀人呢 所以我把他杀了 他就不杀人了吗 你说这个这个道理对不对 讲的 啊 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杀人的 他说我要杀了他 他才不会杀人的 啊 所以我要把他杀了 这种的见解 这就叫狂啊 这就叫 呃 歇斯啊 啊 干本 他对这个人呢 是他不满意这个人 于是乎他这个人就杀了 杀了他犯法呢 到那他用这个辩护律师 他说为什么我杀他呢 我就怕他杀人呢 啊 好像现在 啊 好像现在 这个杀了 罗伯卡尼迪这个人 我为什么打死他 我怕他做总统啊 把美国人都给杀了 所以我要杀了他 你说这种思想是对是不对 所以这就叫狂慧 啊 你没有道理 本来他不对的 他讲出了一个道理 讲出道理 这就叫邪斯 这就叫 警 警狂慧 护邪斯 这一句文呢 你不要误会了 警啊 是警告着有狂慧这个人 护邪斯 这个护不是说我帮助他这个邪斯 我来拥护他这个邪斯 我赞叹他这个邪斯 不是的 说是这个有狂慧的人呢 他自己护 掩护他这个邪斯 自己给自己辩理 啊 就是啊 那不是当没讲 本来他不对的 啊 他变不个理由了 啊 结果 你又没办法 法官一听 啊 他讲的有道理 啊 所以 他本来应该赏命 结果被官司打赢了 啊 这就叫一种 有一种狂慧啊 护 护持他这个邪斯 这个经上呢 就是啊 警告这种人呢 不要护他的邪斯 要改过自行 不要啊 以为自己是对的 这叫警狂慧护邪斯 好像世间呢 有很多聪明人做的 他所做的事情都不正大 这都叫狂慧 所以呢 这个经也就是 旧正有狂慧这种人呢 走于正路 走于 要回来到这个正思 正当的思想上 不要啊 跑到那邪的思想上去 好啊 好啊 谢谢观看